欢迎收看有趣新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闻主播Niklas 今天有三个有趣的本地新闻 炸鸡是一个非常美味的食物 而KFC的炸鸡最为经典 近期有一位KFC的粉丝分享 他如何要求吃到他最喜欢的部位 当他利用外卖服务时 他特别注明他要求鸡的大腿 虽然他注明了 但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 但他都没有放弃 他最后也得到 终于也得到了鸡的大腿 事后他也感谢KFC的员工 看他的注明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许试 但也足以证明了 坚持能让我们达到目标 一个人难免会有他害怕的事情 在这疫情中 打疫苗是最重要的 然而对于害怕打尽的人来说 这个是噩梦 噩梦 许多网民觉得这位女士很可爱 也有网民为前线人员加油打气 在此恭喜这位女士面对了她的恐惧 也谢谢前线人员的帮忙 榴莲季节的到来 让许多爱吃榴莲的人都去购买许多榴莲来享受 那当然喜欢榴莲的不一定是人类 近期有一只猫偷渡跨州去享受榴莲 该猫的主人说她的猫偷偷爬入邻居的罗里 而邻居刚好是榴莲卖家 那只猫不但偷渡跨州 而且在途中还享受榴莲 她的邻居是事后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那只猫 所幸的是那只猫最后也安全的回到家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